恩爱夫妻要分手 谢那狂山与张杰秀恩爱微博 昨晚有信心网友发现 谢那已经清空了和张杰秀恩爱的微博 并质疑 这对是要分手了吗 张杰与谢那目前 在谢那的微博中搜索张杰 先是零条 搜索杰哥 出现43条 最近的一条是1月1日 而4月3日谢那赏快乐大本营时 还亲口拧出一封写给张杰的信 这是我们认识的第十年 有人说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0.000049 感谢这0.000049的概率 在我们身上变成了100%的爱情 他心疼张杰不会为自己说话 即便再生气也都不会说出口 这就是我有时被你着急的原因 也是我爱你心疼你的理由 我一直相信 人生不会亏待努力 善良的你 你吃的苦 你受的累 你跳进的坑 都会练就独一无二 成熟坚强 感恩的你 他表示回想起求婚那天 仿佛只是昨天的事 在这十年中两个人一起牵手面 对一切 也因为彼此才变得越来越好 秉深情告白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没有你 我会是怎样的自己 也许我还是能在舞台上嘻嘻哈哈 但是能让我每天醒来就面带笑意的 只有你 杰哥 十周年快乐 谢谢你 截止发稿时 两人分手的消息也只是在网络传播 双方都未做出回应 凤凰网娱乐将持续关注此事 这个网红厉害了 竟骂官傅成老婆饰演X 凤凰网娱乐讯 之前唐宇哲的小号被曝光了出来 他现在竟然和一个网红在一起了 就在网友找出两人各种联系的时候 比如各种微博互动 点赞 还有各种比较不可描述的聊天内容时 网红发文骂方圆事件一出 立刻遭唐宇哲这方打脸称是假的 网红和唐宇哲的合照 都是假的 是批上去的 更厉害的是在方圆和郭富城结婚的时候 公然叫绑方圆 说他是 EX 看来 这位网红哲靠唐宇哲尚未为成功卡 景百然与妮妮已同居 镜头前公开上演闻别四月二十三日晚播出的花哨第三季第一集中 已经第二次录制花哨节目的景百然一部流神就撒了一把分量十足的狗粮 他出发前对房间里的女子说了一句他们都开始怒了哈 女子回了一声恩 此时女子探出半个身子 让观众一下子看清 竟然是景百然的女友妮妮 接着 景百然走向妮妮 妮妮退回到房间内 二人给观众献上一声大大的揪 The Kiss声音 实力天吼 而在该节目中 景百然也透露这是自己刚刚装修好的新家 看着一身热酷休闲打扮的妮妮同学 看来二人同居是妥妥的 不知道好事是否接近了那百百和为范冰冰颁奖遭无事 但台下范爷跟赵薇热聊 网友 好现实摘要 第八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盛典 在北京举行 没想到这次范爷竟然获奖 一举击败某女郎周东宇 夺得年度最佳女演员 而为范爷颁奖的则是前段时间 身陷出轨门的百百和 这也是他离婚事件 曝光后首次现身面颁奖嘉宾 在台上或许是受到出轨门的影响 虽然全场大秀 第八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盛典 在北京举行 没想到这次范爷竟然获奖 一举击败某女郎周东宇 夺得年度最佳女演员 而为范爷颁奖的则是前段时间 身陷出轨门的百百和 这也是他离婚事件 曝光后首次现身面颁奖嘉宾 在台上或许是受到出轨门的影响 虽然全场大秀美背 但表情却是瞪眼撇嘴有点默奋 范爷获奖之后 由百百和和张国立颁奖 小编看了当晚的视频 只见范爷走上讲台后 百百和黄首扶下范爷 但却被范爷无视 只好站立旁边眼神放空 不知在思考什么 只好站立旁边眼神放空 不知在思考什么 范冰冰在旁边 感谢两位颁奖嘉宾的致辞 并发表获奖感言下台后的范冰冰 在一旁却和赵薇聊得热气 这话风有点不太对小编 依稀记的两人 曾经也传过不合的消息啊 难不成自从两人一起 合资投资唐德公司后 利益一致 所以感情又恢复往昔了 看他们聊得这么投缘 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商量什么投资项目 要知道两位可都算是娱乐圈的身价 亿万女星的一个是号称比豪门 都豪的范爷 一个则是与国内两大商业巨头 王健林和马云 都是好朋友的赵薇女总裁 看来交朋友也得是互相匹配才行 景百然与妮妮已同居 镜头前公开上演满热四月 二十三日晚播出的花哨第三季第一集中 已经第二次录制花哨节目的景百然一部留神就撒了一把分量 十足的狗粮 他出发前对房间里的女子说了一句 他们都开始怒了哈 女子回了一声恩 此时女子探出棒了身子 让观众一下子看清 竟然是景百然的女友妮妮 接着景百然走向妮妮 妮妮退回到房间内 二人给观众献上一声大大的啾 The Kiss声音 实力天吼 而在该节目中 景百然也透露这是自己刚刚装修好的新家 看着一身热酷休闲打扮的妮妮同学 看来二人同居是妥妥的 不知道好事是否接近了呢